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民国剧有两部,一不是张汉水的《金本世家》,一不是林雨棠的《金华烟云》,林雨棠说,人月黄昏,偏偏不在少年路。 张汉水说,一人何处?总在寒冷清秋,其实在03版之前已经陆陆续续,但有400关于《金本世家》的影视作品,但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,都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。 直到03版《金本世家》的出现,那女主角洋眼的外貌,精致的服装道具,繁华如梦,犹如一卷公笔画从影评上扑打到观众的眼前。 看过03版《金本世家》的观众,都会对剧中的百合花疼印象深刻,而董洁饰演的冷清秋,也让我们彻底的爱上了那个民国的像百合花一样的女子。 《金本世家》中的服装不仅流光溢彩,而且在塑造这种人物鲜亮,的个性方面倒立手工。 女主角冷清秋以内秀取胜,她的服装是典型的代价风格,一次表明她来自豪门市郊之外的另一个世界。 蓝色短衫,维棋文秀,一脚侧面有开口,衣服上没有多余壮饰,只与物力盘口相连,震脱出了民国女学生的青葱。 林徽因最幼学生时代的照片,同样是盘口上衣加半身裙,可见当年民国风的校服多半是这样的。 冷清秋的发型,也是典型的双变发式,不但可以看出女学生的稚嫩和纯情,还可以看出她们的知书达理。 前妻的旗袍颜色也很粉嫩,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领口,少女感十足。 而冷清秋和金燕系结婚时说穿的婚纱更是高度还原民国服饰。 冷清秋的婚纱,欲当年宿美龄拍婚纱照,使得婚纱似度非常高。 中期发型改为民国时期较流行的短发,结婚之后衣服的颜色也会暗许多。 后期发型更是直接变为转发,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,叫环燕伟师发式。 而剧中作为冷清秋情迪的白秀珠,作为民国明月她的服装杨中戴雅,用色也较少。 多位米白,与她明亮高贵的气质非常吻合。 出厂时的贯博款照衫,点缀叫珍珠项链和耳垂,胸前还有一朵白花座配饰,还有一头欧式宫廷卷发。 在民国时期非常流行,从洋装到旗袍,从中式到西式,袖住的是装笔具,中大部分太太小姐都要时髦。 刘依菲当年的颜值是真的高,脸色绕衫配上紫色长裙,回眸一眼真是百内生。 这件粉色的旗袍,真是,皆扔了白秀珠和金燕熙纠缠的一生。 金家的几位小姐少奶奶,更是向我们展现了什么才叫做好门。 金热之金敏之作为金家的进步,与青年服饰上都比较偏西方,而舒畅饰演的金美丽,虽然作为金家最小的一位小姐,但由于年龄和金家的辩护服饰相对比较简单。 金家的几位少奶奶都是出自书香门第,平时的服装以气泡为主。 三少奶奶玉奔是个王兴奉氏的人物,她的服装色彩鲜艳夺目,比较花少,都是高色调的改良心事旗袍,从款式和色彩上都衬托出她的张良个性。 剧中就属三少奶奶的衣服最花少,作为娇妓花的秋小姐装扮时尚,经常都是洋装,而金粉饰家中的金公馆布置得极尽奢华,古色古香的欧式家具, 为上世纪二十年代脸角的陈设,棕色民种的色调营造出有如油画一般的氛围,当时搭建金公馆全部耗资三百万, 剧中的二十多套家具真为食物,都是专门从广州挑选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流行的欧式家具,耗资约一百万,再用集装箱运到天津, 计阅书就是一项工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